一年一度的国际田连钻石联赛上海战将于5月18日在上海体育场再燃战火 组委会9日公布的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 正在美国疗伤的中国飞人刘翔榜上无名 教练孙海平表示 刘翔很可能缺席今年所有赛事 孙海平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刘翔目前正在康复过程中 但由于康复是个缓慢的过程 刘翔很可能缺席今年全部赛事 刘翔说实话还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他不可能有这么一个突然就会好了 他就是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他一直在进行康复 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到国内呢 等完全康复 对对对 既然是这一次就是我们从方方面来讲 就希望他能够彻底的把这个伤都养好 还会缺席今年所有赛季的比赛吗 今年赛季所有的比赛 刘翔都会缺席是吗 可能是 因为你现在你要参加比赛 你必须要训练 他现在不能正常训练 无从谈及比赛了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蓝的预赛上 刘翔提着受伤的右脚 左脚单脚蹦到了终点 当年10月 刘翔赴美接受康复治疗 连蛇年春节也是在美国度过的